大家好,我是马刀 今天咱们分享的是名侦探柯南第十集足球选手恐吓事件 这天放学后的三小只在公园闲聊关于晚上日药杯的赛事 特别指出东京灵魂队的英雄与超级大阪队的拉姆斯二人 回到事务所的柯南正好遇到一位女孩在门前悠悠悠悠 进门后得知这个女孩名叫赤木梁子 是来请事务所帮忙找人的 对方是自己正在交往的男友 随后拿出了对方的照片竟然是公囤新衣 这让三人都惊了 小兰更是直接进入了狂暴状态 柯南赶紧解释 但是听说二人已经进入了接吻阶段后 毛利还冷嘲热讽 这直接让小兰上了头 不听任何解释 此时电话响起是阿力博士 而柯南为了缓解小兰的疑虑 谎称是心硬个个打来的 并说一会儿就会联系梁子 这让女孩兴奋不已 而她的表现让小兰决定 去对方家里 要将新衣抓个正着 看这态势 一定会和新衣好好谈谈 而毛利大叔表示 对于小鬼们的感情纠葛 不感兴趣 所以在柯南表示认同后 小兰是这样的 惹不起啊 来到女孩家 柯南注意到门所有撬过的痕迹 进入玄关 打开鞋柜 里面全是男士的鞋子 随后是梁子在屋里 手忙脚乱的找餐具的样子 这让柯南很疑惑 这个女孩到底是谁 做好后的小兰也不废话 直接就跟二人何时开始交往 但看梁子有些心不在焉 就坐在那发呆 女孩这样的表现 让柯南更加疑惑了 便慢慢的开始探查这栋房子 在一间挂着小手牌子的屋子里 开门映入眼帘的 是满屋的凌乱不已 柯南在地上捡起一张照片 赤木手 正是这家屋子的主人 但另一个有些眼熟的男人是谁呢 另一边的梁子终于有了动静 打开了电视 看着足球比赛 而这场比赛就是日药杯 突然画面中的人引起了柯南的注意 赤木英雄 正是刚才照片里的男人 也就是说他们是兄弟 随即柯南想起之前的报道 二人父母多年前逝世 兄弟二人相依为命 所以这女孩并不是赤木家的人 赛场上 赤木英雄又一次的失误 引起了柯南的注意 因为那种低级错误 简直就和故意的一样 看着眼前女孩紧张的神情 柯南跑进了厕所 打开了博士早上新给的道具 出场率极低的便当传战机 并拨打了赤木家的座机 柯南也很干脆的问 是否赤木手被绑架了 绑架者提出的要求 是不是让英雄输掉比赛 而你是不是因为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才找到了侦探社 而理由就是用与新一正在交往 来找她帮忙啊 这边梁子是两眼热泪 而小兰看着他们说这悄悄话 也是气得不行 在梁子按新一要求写下绑架细节时 一把多过了电话 大喊着袭击你给我出来解释 却好像听见外边走廊里 有自己的回音 再次尝试的喊的声 果然新一就在这间屋子里 厕所里的新一收到了传真 一张是详细经过 而另一张则是小手的求救信 但是这封信的奇怪之处在于语法的怪异 以及开头的两个点 躲过了四处寻找新一的小兰 柯南回到客厅 结果发现赛场上的英雄一番操作后 助攻队友破门了 这可就不妙了 因为绑匪也在关注着比赛 果然传真很快发来 违反约定你别想再见到你弟弟了 意识到事态严重的柯南 再次回到赤木手的房间 这次地上的游戏包装盒有了新发现 这是昨天新发售的游戏 但里面的卡带却不散 柯南想起元太他们曾介绍过 勇者一定要活过来 不然不能通关 柯南再次掏出纸条 再读一遍后 好像想到了些什么 随后在地上拿起卡带 进入游戏后 果然如他所料 勇者是小手自己的名字 但另一个名字引起了柯南的注意 植树是谁啊 回想起之前公园里不美的话 这个植树 会不会是当初和英雄一起 加入球队的上村植树啊 而字条上的两个点应该是数字 柯南再次电话询问梁子 关于植树的信息 对方确实是英雄的朋友 就在附近居住 而且还经常过来和小手一起玩游戏 柯南随即说道 小手并不是被绑架的 门锁的痕迹 屋里的凌乱全是假象 目的是为了制造恐慌 而小手留下的纸条应该是 我要去植树哥哥那里 请他帮忙让小手活过来 你看到的纸条是被撕过的 也就是说犯人就是上孙之处 但专心破案的柯南 忘了自己的更大威胁小兰 小兰此时是怒气已满 眼看新衣在里面不开门 关键时刻还是梁子出现 救了柯南一命 是柯南说有重要的事 通过电话和小兰交谈 只能说柯南的话术 对于小兰是点满了 趁此时刻柯南是一溜烟的溜了 之后利用柯南悠战的演技 说心一个个跑出去了 并说是去植树家救小手了 以此将此时怒气之一满的小兰引过去 在植树家门口 看着他各种推散 就是不开门 积攒了一碗的小兰爆发了 一脚将防盗门踹开 求此时柯南心里的阴影面积啊 梁子在屋里找到了正在打电动的小手 此时尘埃落地 赛场上中场休息时 英雄也得到了小手安全无恙的消息 上场后的他 一改之前的颓废 展现出了真正的实力 而植树也回来解释了下他的动机 原来相比于英雄那过人的天赋 他靠的则是刻苦努力的汗水 就在自己将要超越他时 前几个月的一次练习中 被他踢断了右腿 他认为那不是意外 英雄是故意瞄准了的 拜对方所赐自己的腿要休养三个月 所以自己才萌生出今晚的想法 但是从始至终 他没想过要伤害小手 只想比赛结束后将小手带回家 只想让英雄也品尝下失败的滋味 赛场上 东京灵魂队3比1获胜 在赛后采访 他对话直述 希望自己的最强对手赶紧回到赛场 而直述这边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但小兰却不管这煽情时刻 一把揪戏对方 西医在哪 梁子站出来给小兰出如意 你打电话试试 克兰又慌了 因为电话就在自己背包里 之后的一番追逐 克兰直接被堵在了巷子里 关键时刻还是阿力博士给力 利用车灯 克兰对小兰一番安慰 最后又是博士帮忙 克兰躲进车子才躲过一劫 结尾 小兰终于在梁子的解释下 相信了他和新一之间的清白 但是这已经是三天后了 好了 结尾做总结 本期死亡人为赤木加双亲 八加二已经到了十人了 本期内容分享结束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